再来随着AI浪潮的兴起地方产业该如何 透过数位科技来迈向智慧城市和永续发展 成为了一大重要课题 而目前在议员魏佳贤的引荐之下 有多家的AI相关产业也特别来到了花莲 透过办理论坛集结来自政府产业和学术界的领袖专家 共同来探讨 希望能够力拼花莲的数位转型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代人生活习惯逐渐改变 近年来AI在全球掀起浪潮 各国之间快速发展数位化的同时 地方产业该如何转型也成为一大重要课题 从农业到观光 数位科技正在重塑产业结构与生活方式 而随着数位游牧生活方式的兴起 国际上也将台湾票选为世界前20名的最佳选择 其中花莲也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成为数位游牧族群理想中的首选 因为花莲除了数位游牧者他们在票选上面 他是台湾首选之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这里面的闲置空间还很多 然后这个土地也必须要重新在因为灾后的一个规划 最重要的是因为这边也有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跟人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认为花莲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数位特区 以这个概念来吸引更多的国际上的数位游牧者 他不但可以把他们所学的这些专业知识带进来 跟这边做彩学交流之外 同时也可以刺激花莲在地的一些消费 带动另外一个国际型的观光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还有很多的城市有城乡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在数位的部件网路的部件 还是有基础设施必须要赶快加紧强化 才能够迎接AI的这个浪潮 那我们希望让更多我们民间的企业 民间的友人都可以了解到数位这件事情 AI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城市有多重要 也许交通会阻断一切 可是数位跟创意还有一些执行的部分 不会因为交通而中断 通过完善的网路基础设施 和智能化的城市管理系统 花莲正在吸引更多的远距工作者 和国际创业家落户 推动本地产业与国际接轨 力拼数位转型 不让交通阻碍花莲的各项发展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